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牙本质 它是构成牙齿的主要部分 牙龈 环绕牙齿的根部 神经 神经 它让我们感觉到冷 日或疼痛 血管 它为牙齿提供所需的营养 我们出生后 长的牙齿叫做乳牙 随着年龄的增长 乳牙就会脱落 换成橫牙 我们在六个月大的时候 就会开始长出乳牙 到了大概六岁的时候 乳牙就会逐渐脱落 然后到了十二岁的时候 乳牙就会完全被橫牙取代 现在我们来看看乳牙和橫牙的区别 首先 乳牙和橫牙都有门齿 旧齿和全齿 只是 橫牙旧齿的数量为二十颗 比乳牙多数十二颗 而门齿跟全齿的数量 则都是一样 为八颗和四颗 乳牙的幼脂和牙本质比较薄 而橫牙的幼脂和牙本质比较厚 乳牙比较小和弱 橫牙比较大和坚固 乳牙只能维持到十二岁 而橫牙可以维持一辈子 但如果被拔掉就不会再长出来了 乳牙大约在六个月的时候长出 三岁的时候长齐 而橫牙大约在六岁时长出 二十一岁时长齐 现在我们来看看为什么会长住牙吧 看看这个图 牙齿的上面有食物残渣 然后牙齿上面的食物残渣开始被细菌分解 然后产生酸性物质 然后就会破坏了我们的牙齿幼脂 所以食物残渣会引来细菌来分解 分解后会产生酸性物质 这样子就会破坏我们的牙齿幼脂 形成一个空洞 如果我们要保护我们的牙齿不被破坏 我们要怎么样呢 首先我们要一天至少刷两次牙 我们也要用牙线清洁牙缝 在饮食后记得要疏口 少吃甜食 少喝甜饮 多吃对牙齿有益的食物 定期让牙医检查牙齿 如果我们牙齿出现的问题 有哪些技术能治疗牙齿呢 首先是补牙 补牙能修补缺损的牙齿 再来是根管治疗 根管治疗能治疗受损情况严重的牙齿 还有就是甲牙 甲牙可以代替被拔掉的横牙 还有就是牙齿矫正 带牙套能矫正牙齿 改善外观 基本上